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没有放连续 其实这段影片我自己也在想播完不播 有影片吗 有影片就先播一下 留意一下这个上水厂的灯 咦 为什么打了格仔呢 咦 这些是不是我给你拿来的 但我看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没格仔的 没格仔的 完全没格仔的 那不知道啊 没关系 不用找啦 因为很简单 上水都拍出来 今早有辆的士直行 有个女童冲马路 碰到女童的士不顾而去 我先逐一说 那女童是犯法的 为什么呢 我以前也不知道她是犯法 现在才知道她是犯法 今年或去年年底 就是因为那时候是陆公仔斩的 她不应该踏入这个斑马线 陆公仔斩的是你走在斑马线上的朋友 见到陆公仔斩 你就走快两步而已 如果你还没踏出去 就不应该踏出去的 踏足出去的 根据法例来说 她是犯法 这个女童是个小妹 好了 第二 不关法例事了 小女儿 九岁的 其实无论如何 即使是陆公仔 没有斩也好 都要看清楚过马路 即使有下雨或者很赶时间 陆公仔那里有冲 即是大安子义 不要说小孩大人也是 因为是会有中温计的 但是这个的士就真是陷家产 始终是陷家产 第一 他是不应该直行的 因为那里陆公仔斩一斩 当然那个的士就不应该直行的 这个就不应该直行的 的士那条线就只能够是 左转 OK 即是他们那边的左转 不是右转 他们那边的右转 即是他们那边的右转 他们那边的右转 只是右转的 你看到所有车都是右转的 但是他可能一时之间 走错路 看错线 这些情况 我也会试过 不奇怪的 不是什么大件事 但是你因为这样走错线 又刚好走错线 那个女孩又在冲马路 又可能摸着外卖 又或者下雨 你撞到他 他跌了下地 豪哭站不回身 幸好有个阿婆 怎样就不知道了 又会安慰他 OK 他竟然正温 这个就最大件事了 无论女孩有没有犯任何交通禮 无论你有没有犯交通禮也好 就是你应该 一时才已经犯了 你借他 不是即使你犯了也好 你是不可能走 因为你走才是最大件事了 你撞到小妹妹 算你撞到什么都应该停车 你要停车 对不对 你这样 我不知道他 他一定会抓到他 因为有车牌 你又跑不掉 第二 他留在这里 帮忙报警 协助 不要说维持秩序 挡到他 安慰女孩 什么都好 其实你真的不可能走 我真的不明白 这些 我觉得这些司机真的要非常严重 去炮制 但是过马路 我不管他犯了例 不犯例也好 记住 不要只看灯 看灯是重要的 不要只看灯 好了 謝展文 他出席一项活动的时候 就是理工大学 电网现代化研究中心 他说 研究中心希望能够研发可持续价格商 今期的电力能源系统 实现碳中和和能源可持续发展 这个活动也有很多人员在公营机构出席 謝展文说 其实 这是理工大学的电网现代化研究中心 成立仪式 这个研究中心 我们不要搏冷水 什么时候 香港理工大学 或者香港学术界 都有些科研人士 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上个星期 麻省理工发表了一个 电能的最新 趋势 预计现在开始投入製造 预计2035年 基本上所有电油 现在的电油不用用了 只要用太阳能和最新的能源 三年就很久了 Anyway 人家正在做 你就开始 發展研究 也不重要 因为有这些学术的交流 有这么多政府官员来看 謝展文作为这个怀警局 他又会出来 致下遲 很尷尬 接着他就支持 现在目标在2050年 其实也不太久了 实现碳中火 在运输发电品多方面 减低碳排放量 而香港现在用堆田区 希望2035年 更快 11年后 就不用用了 因为你2035年不用堆田区 因为 现在用堆田区处理垃垃圾 会有碳排放的 2050年 就说要 没有了 要碳中火 所以就需要 不用这个堆田区 不用这个堆田区是怎样的呢 现在又说 上次 垃圾征股那里 又说会多建三个堆田区 就说足够用的 不用拿回大陆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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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们完全不相信 不知道你是不是失败 因为你 老实说 所谓民无信不立 你说的嘛 你就说一定不会延后 8月1号 是吧 垃圾征肺 你肯定要过垃圾征肺 是比你更容易 催什么三五年停用堆田区 老实说 之前又说有些人提议 你说投入大湾区 有人提议 投入大湾区 在大湾区 把你付钱就可以了 大湾区的官吊死你 未必是他们不敢说 你肯付钱 人家可能真的是狠狠 地方大 你分你的薪金给我吧 你又不肯付 你说完这些东西 真是一口笑 好了 昨天 这个好笑 美华工业中心 土瓜华 有人发现 在土瓜华美华工业中心停车场入口 有个手推车 有个人趴在手推车上 身上有酒气 警方 接报到现场发觉 为什么有酒店死了呢 于是乎 看回闭路电视 发现有三名 其实都是三十岘 四十岘 五十岘的男子 如果你把他从美华工业中心的单位 推出来就放在这 当然上门抓人 上门抓人的时候 发现那三个人 全部都是非法黑工 报清 说来旅游 就怀疑他们也是在做黑工的 单位里面有大量装修器材 以及 物料等等 初步了解 这三个人和那个死者 都是认识的 似乎有人在那里吓 喝酒 不升酒力就暈倒了 那三个人就想着 如果黄了 知道我们的地步 黑工单位 在那里住 于是乎就好想聪明地用手推车 推到门口 想着这样就没事 可能那时候都以为 他没死 以为死不死也好 喂 你真的觉得他会没事 大陆也有这么多 在香港还有 CCTV的 一定有的 好了 你气都不是 起回你大门口 但其实戏远一点 一处都跟着 你都起到隔壁街 是不是呀 你起回你自己大门口 你没办法 你瘋了吗 我不是不敢走出去 黑工 总之 那时候很乱 薄大帽 老实说这些环境的报警 他未必会立即死 但是报警 我自己拿了东西 为什么有这么多黑工 各位网友 当然是 找不到 从来都有人敢 担担担担 请黑工来香港做事 一到月尾 你的主观 又不是报警 拘捕你 对呀 对呀 就算他不玩这一招 他真是给你 我给你三五个 你又不敢出声 我不给你都可以 对呀 喂 我香港千多元 所以这些情况 会陆续发生 好了 当然 网上 有幅图 这两天传出来 我们看一张图 我觉得 旅内地客戴上 屁铺纸皮 集体露宿天升码头 坦白 真的是很糟糕 这件事 我先说清楚 警方要处理 如果不是 你后患无穷 我们先回来 根据 媒体 去到天升码头 访问天升码头的人 原来 他说 好像报纸档那样 其实从来都没有人在那里睡觉 但是 就怀疑 这几天 有人要来换领东西 换了什么 换领东西 于是 在那里睡 OK 好了 记者就去问天升码头 喂 你们有没有换领东西 没有啊 他们没有做 当然不一定是在天升码头 那个码头换领东西 原来在隔壁 星光行 有一个 海港城 有一家链锁店换什么呢 Crybaby 的 毛公仔挂式 Crybaby 是什么来的 不需要知道 原来是韩国女权 Brad Plain 他的Lisa 在社交平台说过 嗯 于是乎就引起炒风 我就不知道什么叫 Black Plain 我只知道 我很多网友 包括有些上一年纪 都很喜欢他们的 拍出来 年轻女 对我来说 对我现在的我来说 女人不是最大的吸引力 但是我知道她很红 于是乎引起炒风 OK 据说 哇 有些可以炒到几千元 好了 于是乎 有一帮 内地客 就来了香港 好了 现在似乎这帮人 根据当时的报纸 他们 5点几分来开档 从外面见人露宿 谁知道这两三天都有人来露宿 大约七八点钟 就会走 也有警察叫他们 不要在那里睡 不过警察一走 他们就会回来睡 喏 这帮客 就是换了Crybaby OK 为什么我说 警察其实可以 抓人的 因为在公众地方造成滋扰 其实就可以 监禁三个月 最高 或者是付款2500 你未必得 到这么高 但是 你说 違法就一定要执法 执法必然 你不要判 过什么的罪 让我官搞 他现在 就说有一小小人 要换Crybaby 希望他来牟利 如果看到 原来这么想 行 快到夏天了 天空没那么冷 拿纸皮下来 撈纸皮 你知道那些网友 很流行 窮友 叫小鵝鸡斩 可以四个 六个人 这么厉害 菠萝包 菠萝包像四件 菠萝包像四件 我带人家去金瓦 菠萝包像四件 他比菠萝包像四件 他比菠萝包像四件 早前 以前 吃菠萝包 以前说 他们 我经常说 两个女孩 都没人吃菠萝包 没人吃过蛋撻 没人用辣茶神祖 流流 其实我还吃早餐的时候 我看到也不开胃 干炒三次面 又不知道什么 为什么呢 小鸿雪介绍 结果是两个女孩 都要吃这么多东西 想试一下 那 人家就做到生意了 但是现在就变成 菠萝包 那些刀 那些菠萝 即所谓的表面 会掉下来 放菠萝油 放在楼上去 一杯奶茶分享 为什么 奶茶一般都分享 为什么 不是这样 每个人都会分享 为什么呢 一杯奶茶 例如22元 一个菠萝油 18元40元 两个人分享 我们这次的消费20元 乘车就会 乘车就会 乘车就会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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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有很多米 窮油 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这些小红薯一上去 过瘾 不敢动 不敢动 乘车就会乘车 乘车 乘车就会乘车 你知道 又不是犯法 好 我说不要听 在营地上 我那时候的小红薯一上去 那些大陆妹妹 很正 在非营 非营地上都是责刑的 因为我们 其实比如我们家庭公园 大家的一片草地也好 它有指定的 营区就是营区 不是营区的 它都是草地 就不是营区 它又不会理你 又不会有事 我觉得一定要执法的 营区给营区六分 营区给营区六分 营区 营区 营区就叫他 一日三港都吃 那就是这样说的 说真的 有人吃一边就吃中间 又不会全部是这样的 有些人 营区的营区 都是两个人分享的 都是这样的 说真的 有些人直接比较不公道 好像我近期有个 营区的营区是什么人 是大陆人 他经常到处吃东西 他比较香港和大陆 他怎样品皮的食物 很好吃 就是个人口味 这个虽然是大陆女网友 但他都公布 我看了两条片 公布 你知道我说是谁 正不正就一般 起码他不会说 虽然是贵 但香港是这样的 他起码明白 香港是这样的 你吃烧鹅了 喝了一杯 喝了一杯油菜 八零元 你不能够直接跟大陆比的 你不公道 人工不同 好不好吃就个人口味 OK 好了 香港有些烧鹅 说真的烧鹅 新鲜朵和雪藏鹅都两回事 说真的 你这条烧鹅出来 你直接和美 都两回事 而且有些人吃了一些烧鹅 为什么经常说烧鹅不脆皮 因为有些是 有些是弄了脆皮 有些是不脆皮 你去回来 其实那个 不是啊 那个东西本身是 有些东西的 师傅 我不知道是怎样做脆皮 可能我查些蜜糖又怎样 他认为这样是他的产品 他特意不弄脆皮 就是这样的 有些去到不脆皮 说为什么你这些不脆皮 有这么说 我就特别一点 烧鹅是不是一条脆皮 我都不觉得是 因为我不喜欢吃肥鹅 那肯定是麻烦了 我正常应该有些油 如果我吃烧鹅 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的鹅味和入不入味 鹅本身有味的 你喜欢它的酥味吗 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你不吃烧鹅 你不吃烧鹅 鸭也在吃烧鹅 吃烧鹅也在吃烧鹅 你的鹅味 和 它老的味 那个酱味 很重要的 口味就很难说 其实我也是 烧鹅烧鹅也会吃的 两者 总而言之 如果有瘦就少了 我就喜欢吃鹅多一点 如果没有瘦就很胖 我一般来说我吃鸭的 我当时吃鸭的 风水豪和我跑腿的时候买饭 我都是 鸡鸭饭吃粥的 叉烧都要粥的 四煲饭吃粥的 烧鹅 我上个星期 风水豪和我买的 四煲饭 叉烧 烧鹅都咬不开 一滴油都没有 很冷静 我跟他说 你这次做到事 以后呢 你跟他说 上次的叉烧鹅 塗了一块 最没有人要 就是我个人口味 这些很冷静 他奶滴油 中间奶滴油 容易咬我都不吃 柴的要撕就对了 鸡也是 鸡我又不吃皮 哇 鸡我又不吃皮 鸭也是瘦了一块 就是瘦 很冷静 喂 其实那间也值得 四煲饭 它有什么呢 有 鸡 叉烧 烧油 不是烧油 鸡 叉烧 鸭 还有红肠 那已经是四煲了 是吧 他不是 这间应该叫做 吴宝法改名 中了半只咸鸭 我中了大量姜蓉 但是我不喝他的荔汤 因为很胖 喝了一杯热东西 如果热东西的话 不知四十元吗 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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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几元而已 好了 另外 这个呢 我们先看照片 这个看照片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 每一条屋邨在每一个屋里 街上见到的伯伯 留话的伯伯 伯伯伯 其实不只是大了很多年 大了十几年 大了十七年 十六年 十七八年 那现在来说 我叫他叔叔 阿叔 如果在二十年前 我三十几岁 五十多岁 就是叫哥 我真的觉得 他和我同辈 但是我真的猜不到他會做這些惡行 我們先回來 但是變態的人你沒得好說 其實今時今日 各位網友 各位女網友 我就不知道 我沒有玩過 不是不玩的 但是你看看報紙 和朋友聊聊天 都傳到很多這些信息 現在一般來說 你回大陸叫雞 是很便宜了很多 我說叫雞我不是說跳舞 一般來說三兩塊水是OK的 大陸 這麼便宜 我聽人說 過夜都是五百元 這麼便宜 你們不要嚇我 因為經濟不好 上去家 有些女生可以上去家 你夠膽就可以了 五百元 即是附近的人 去家 你當然要用渠道關掉 你以為信得過 很多時候八塊水都相當不錯 你要貴的都有 但是貴的和便宜的呢 有時候真的很難搞 這個話題真是 這個就是街市 我們現在上大陸街市 二樓有曬冷氣有曬席 還有在街市對面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很多街市都是 政府街市 在街市 外面那些 有些人可以租 轉角位 十幾個晚上 賣菜賣 賣水果 比我們便宜很多 各位網友 我跟大家說 我很誠懇跟大家說 其實你們是買上面和下面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貨 你不要想著是不同 不同的就是我講過了 上面那些呢 人家的批發商和上面的菜籠 它收到你 譬如六元一斤菜 它真的給你選好 美的 吃得的放在那裡 下面那些 對呀 總之你十元三斤 你很少人便宜 原來買出來 可能你還吃得漂亮的菜 還吃得少的六元 女兒一樣 女兒一樣 以前 你在卡拉OK 譬如我聽人說 你上沙咀 以前多久 不知道 我聽人說 還有這些人 我跟我說這些時候 已經是二十年前 你上沙咀 就在卡拉OK 喊一條女兒進來 我不知道 那時候是一四七 一百元坐袋 我不知道 一三 一百元坐袋 四百元 四百元 一劑七百元 它過夜 沒有那麼貴 一二五而已 最初是一二五 好了 二百元 有些人說最初是一二三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現在二十什麼都好 好了 不對 看完一輪又一輪 看完一輪又一輪 這麼麻煩 這麼麻煩 相看嗎 又不是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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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你怎麼回答 娶老婆我求淑褲啊 我現在出來玩我求美女 又對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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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是娶老闆 又對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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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衣服 又對老闆 卵老闆 然後又對老闆 又對老闆 打開老闆 甚至乎 在大陸沒有包裝 所以你說 其實女子 都是一樣 在不同的場合 現在解答你的問題 如果是不是經濟很差 永遠有一群女子是挺漂亮的,可能會收貴一點的,幾年前已經是1000元了,微信附近的人也有1000元了,一劑,有競爭的嘛, 現在那些本來是重量的,譬如做工廠,做秘書的,她沒有下崗,她由以前賺5千多元,現在也是5千多元,但物價已經翻了這麼多, 拿這些兵,她真的要寄錢回去的,不夠啊,偶然出來,說part time,又不是很懂得開價,又怕真的等錢花,出去,不適合的,可能還給你50元,你坐車就算了, 她真的要交涼青筷,你自己是1300元,那你怎樣呢,你欠7000元,她說,多謝sir, 想走給你50元,老闆娘,老闆娘,各位,各位網友,我差點忘了說,明天早, 不過你們不用WhatsApp,我一定會起來,明天早9點到9點20分那段時間,我會在石門, 中女社去辦理領取那個,我約了,我約了,她也會不會有什麼卡,我不知道, 聽說要拍照,要拍實體照,好像那附近應該有的,反正有中女社那些應該有的, 一定有的,拍照,我頭要低一點,不要燒得冤枝,我一定會跟大家匯報的, 好,好了,我先看到哪了,300元,db1,db1,db,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其實已經是多的, 老實說,有些很漂亮的,甚至會是這樣的, 這個呢,我又聽過以前那些看了那些鹹書都說, 她原來在中國城做,在中國城,澳門,可能是1,000元的, 那隻女生這麼 könnt,連上去的場面也那樣,哪知道是少1000多元, 加上女孩是二千多 原來她要收工到三圈 五塊而已 那你可以什麼都不用 用豆腐價錢吃了燒鵝 省了很多 其實現在是一樣的 正是因為這樣 這個世界是多不公道的 鴨仔 這個世界上當然有 給錢的鴨仔當然有 大家有知道 鴨仔的存在是給兩種女人的 有一種女人 她其實是跟你喝下酒 她不是那麼高尚 但她的需求不是你想到那麼大 她的更大的需求是 享受 享受 玩耍你 有人服侍她 譬如 她平時是做的 最起是抑壓 服侍她的腦袋 但也有一類 有些女人 她真的每晚不讓別人吵架 即是刺過去是不行的 有的 有這樣的女人 少 你認不認識 這些女人 我真的認識 或者我認識的我不知道 我沒有跟她的關係 我怎麼知道 其實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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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會真的 即是 有人認識我們男人 屌你 你真的認識 我認識她的 她真的這樣 我認識她的 她什麼年紀都會召殺的 你以為你想到你欺恨的嗎 那你真的沒有負責 還要喪救那條女兒 你認識她的 什麼年紀都會召殺的 什麼年紀都會召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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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分一杯羹 沒的 就是激怨死我 為什麼你不分一杯羹 你認識她嗎 因為她每天這麼多人 她排隊 但是這樣說 如果她真的是姓玉強 那你沒有辦法 她不是罪的 那你有沒有男人罪 老公呢 離了回 生了一段時間 有一條兒子 但是如果這樣姓玉強 她弄她不行的一個男人 所以那條兒子不懂 她每天天找腦 OK 沒辦法了 有些人說 應該要看醫生 那些是性上癮 但是其實 你有沒有需要醫治 如果沒有懷孕 或者有性病的 又她的腦子可能知道 或者是密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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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辦法過 她是這樣 就是叫做癡癢 我告訴你 女人 所以我就認為這些變態是絕對不能夠原諒的 因為實在是太多途徑 她是蝕辱的同意 在石尼商場 我當然知道在哪裏 這個74歲的男子 懷疑向7歲女童作出猥蝕露體行為 警方昨天拘捕了74歲的腦翁涉嫌游蕩署 這是暫時的 到時如果真的證實到她是有 露體又不止游蕩 一家位於石尼商場的補習社 即使在社交平台發文和上傳天眼照片 指他們接獲家長通知 有男人在商場對初小學生 作出不雅的滋擾行動 補習社會作出相應措施 而且報警 補習社表示 該家長報稱 這個男人經常出入石廣樓 呼籲市民留意 據報 有受害女童向家長表示 當時在補習社外面碰到這個男人 對方脫掉一條褲子露出賓州出來 補習圈馬上和同學離開 然後去夾公仔店 批車子去補充州 但是那個男子再次在夾公仔店出現 並重施顧忌 兩名補習圈立即離開 並前往補習社 幸好是兩個人都撞了一坂 即使是女 否則真的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 警方說 早前接獲38歲的本地女子報案 說有個男子懷疑在5月29日葵涌為債街遊蕩 而且向他7歲的女兒和7歲女同學揮蝕露體和企圖作出揮蝕行為 那名男子企候逃去 警方看了大量閉路電視 跟他們說 沉入了葵涌區埋貨 把零七十四歲的姓張藍子拘捕 現在拘捕調查 老實說 這件案是一件案的 如果這個家庭裏面是假藥 假藥 小朋友回去 老婆回去 老婆回去 警方說 警方說 張強的家人 這位警方說 徐總警方說 來保釋你老婆 什麼事 你自己問他 到時你帶五千人 怎樣 罵你兩個然後 退縫到 罵你的老婆 你一輩子尊重他的老婆 辛勤 罵你的辭職工作 養到你 罵你的大兒子 罵你的大學畢業 小女兒 你現在是護士 罵你 牽著牽著 forest 罵你的身上 一直以來 等於六月十六號的父親氏 罵而生日 也要去東梅大使 有一個什麼城寨的公府表演 罵你 對吧 是不是 罵你了 好不好 你試過的心理 然後發現你老婆罵你了 好不好 或是老賓州 你想想這些事 就真的不會犯罪了 你沒有想過小女孩 為什麼會這樣 盧賓州又不會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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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